好 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躯干肌肉 躯干肌肉 所谓躯干 什么是躯干呀 除了头颈之外 整个身体上的肌肉 除了四肢之外 身体上的肌肉是躯干的 躯干分为这个背部的和腹部的 前后两个部分 我们先看背部的 这背部最前表的 上背部最前表的一个肌肉 叫什么呀 叫斜方机 叫斜方机 叫Tripezius Tripezius 斜方机 大家注意啊 Tripezius 斜方机 T-R-A-P-E-Z-I-U-S T-R-A开头的 这个单词出现频率非常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字 叫Tripezius 斜方机 那么斜方机的起点 在枕骨上 在枕骨上 哪里是枕骨啊 就我们的后脑勺啊 这个是枕骨 OCC 我们后脑勺这是枕骨啊 这是枕骨 在枕骨 起于枕骨 枕骨到T12 这个T12是什么地方 T指的是谁啊 胸椎 T指的是胸椎啊 T指的是胸椎 所以胸椎第12 胸椎一共多少截 胸椎一共12截 所以呢 它是从枕骨下 一直到胸椎的第12截 很大的一片 这个叫斜方机 它也是人的上背部 最宽大的一个肌肉 它不是全身最宽大 它是上背部最宽大 全身最宽大 它是下面这块 叫什么呀 叫背阔肌 啊 好 我们现在先看这个斜方 对 起点在枕骨啊 到T12 中间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基件 这是它斜方机的起点 我上几课就说过 这个起点和止点怎么区分 就靠近中心线 叫做起点 向心的地方叫起点 远离中心点的 是止点 所以呢 起点在这儿 起点在这儿 比如中心线 对吧 中心线 整个脊椎是中心线 所以呢 这个起点在中心线上 在脊椎上 那么止点呢 在外面 在下面 止于三个位置 锁骨的外三分之一 这儿 锁骨三分之一 一个地儿 尖峰的内侧和肩胛骨的上脊 在这儿 那我们配合着骨格子 看一看啊 比较好看 锁骨三分之一在这儿 这个位置锁骨上 然后肩胛骨的内侧和肩胛骨上脊 在这儿 这个位置 肩胛骨结结 底下 从这中间的这个位置 做起点 止于肩胛骨锁骨 这个就是我们斜方基的一个位置 大家注意啊 这是斜方基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它给你分成三个部分 说止点 是因为这个斜方基啊 它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它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这个斜方基 不只是这个一块 实际上它是分为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分别有三个不同的运动方式 我们看一下 运动 负责抬高或者是压低肩胛骨 抬高或者是压低 那么谁属于抬高的 上斜方基是抬高的 对吧 那么下斜方基呢 就是压低肩胛骨 所以它抬高和压低 就是这么区别 上斜方基是抬高 下斜方基是压低 肩胛骨的悬上 我看一下这个小人 肩胛骨的悬上 我们上次说了什么是悬上 抬胳膊这就是悬上 对吧 抬胳膊就是悬上 肩胛骨的抬高和压低 抬高就是上斜方基 压低是下斜方基 悬上实际上也是上斜方基的事 那么它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回缩肩胛骨 retration 回缩 肩胛骨向后面挤出来 这个叫回缩 这样叫回缩 回缩肩胛骨的时候 大家想想是哪一部分的 斜方基起作用 中的 对中间的斜方基起作用 它可以做回缩肩胛骨的一个动作 这个考的非常少 但是我们要知道 好 那么题目当中出现的关键词 像carrying a heavy picnic basket carrying就是鞋带 heavy是沉重 picnic是野餐 basket是篮子 就是携带一个沉重的野餐篮子 你跨着一个很沉的野餐篮子 这个时候哪个肌肉会有问题 会受压迫呢 我们的上斜方基 上斜方基 或者问题 elevate 抬高这个shoulder 抬高这个肩膀 抬高肩膀的时候 那么我们抬高肩膀的时候 肩膀上台的时候 提到的是斜方基 尤其是上斜方基 好 scapular 肩膀股 干嘛呢 portrait portrait portrait是什么呀 脱长 肩膀股脱长 这个portrait是什么动作 大家看一看 portrait是什么动作 肩膀股的脱长 和回缩是相反的 回缩是这样的 脱长就是向前面 圆肩脱背 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 就是肩膀股脱长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姿势就是肩膀股脱长 这个姿势的时候 斜方基是拉长的 拉长的 那么你当这个姿势的时候 肩膀股这个姿势的时候 斜方基拉长了 他说给你后头一个关键词 叫percussion 一个敲 敲 应该是敲谁呀 敲谁呀 想一想 敲击这个肌肉 是让这个肌肉干什么 起什么作用 大家想一想 敲击这个肌肉 是让这个肌肉 什么作用 刚才有同学说收缩 对吧 那敲 那敲 胸小鸡的话 胸小鸡一收缩 这肩胛骨是什么样子的 这还是更往前拖了 对吧 所以肯定是要敲后面 大家记住了 你看这个题 这就是给你绕了个弯 平常都是说紧张痉挽的时候敲 用来放松 这个告诉你肩胛骨脱肠的时候 你敲谁 对吧 所以一定要看明白他这个原因 好 底下一个词呢 叫做rolling R-O-L-L-A-N-G rolling rolling就是滚动的意思 哎 滚动 它怎么滚动呢 就是滚皮法 我们经常做按摩的时候的手法 滚皮法 滚法 这滚法 在什么位置 做比较好呢 就是我们的斜方肌 有同学说背阔剂 背阔剂在下面了 背阔剂底下全是软肋 实际上在背阔剂做的很少 实际上在背阔剂做的很少 在这个斜方肌是最多的 而且呢 基本上都是应该在斜方肌做 不要坐背阔剂这个位置 使劲一压 把人家这个伏类都给压折了 记住了 所以呢 做滚皮法是在这个背阔剂上 sorry 是在这个斜方肌上 是在斜生分肌上 好 在底下一个叫做antagonist antagonist是对抗的意思 啊 我说记这个词的时候呢 大家记这红色的antago a n t a g o antago antago antagonist 一看到这个组合的 就是对抗 要形成一个自然的反应 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有一个自然的反应 题目当中只要出到这个对抗 大家想一想 你要做什么动作 啊 往往 同学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对抗 这个词 好 他说win是当什么时候 depression 下压 of the scapula 下压肩胛骨的时候 当下压肩胛骨的时候 做对抗 谁做对抗 下压肩胛骨的时候 肩胛骨下压的时候啊 向下面降 下压肩胛骨的时候 上斜方肌是做对抗的 对吧 因为本身斜方肌可以上提 也可以下压 那么下压的时候 上斜方肌是做对抗的 上提的时候 下斜方肌是做对抗 大家要把这个对应的关系记住 好 最后一个 vplash 水变症 水变症是有可能是上斜方肌有问题 好 我开一看立体 关于斜方肌的立体 比如说 a client 一客人 present with the shoulder pain 它出现了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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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啊 没有什么太实际的意义 就是表示出现的意思 就是这个事 有了这个事了 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 你看这个字不认识 没关系啊 这个就是出现这个事的意思 present 啊 把这个分开记比较好记 sent sent send是什么 把东西记出去 对吧 然后这个pre 就是之前 就是发生了一些事 就是发生了一些事 一个客人 发生一事 什么事呢 一个shoulder pain 肩膀疼 而且在last week 上个礼拜 he went on a two hour basseting 他有一个两个小时的 basseting carrying a heavy picnic basket 我们刚才说过这关键词 carrying heavy picnic basket 是什么呀 携带一个沉重的野餐篮子 哎 对 野餐的一个篮子啊 bassicle 就自行车啊 然后basseting 就是骑着自行车的意思 这个不重要啊 不管你是跑步去了 骑自行车去了 还是怎么样 重点在于你带了一个很沉重的这个篮子 你怎么带这个篮子 拿肩膀胯着 对吧 which of the muscle 哪一个肌肉 in the image would most likely contrable to his shoulder pain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图体啊 给你一个 肩膀肌肉的图 给你一个 斜方肌的图 问你哪一个部分 你会更疼痛 那么答案呢 是斜方肌 trapecies 不只是携带一个野餐蓝啊 你携带什么沉重的 heavy的东西 单肩胯着 都是这个地方 不舒服 好 下一个例题 the client present with a elevate right shoulder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is the invoid lore trapecies 这个客户啊 客人 client 这客户怎么样呢 elevate 抬高了 抬高这个右肩膀 啊 抬高的这个右肩膀 肩膀是抬起来的 是这个样子 右肩膀抬高的啊 然后呢 哪一个肌肉 涉及了 下斜方肌 啊 下斜方肌 然后呢 keep with scapula perture 然后这个肩胛骨啊 还脱长了 不管是抬起来了 而且还脱长了 像前头 圆肩脱背了 脱长了 这个样子了 这个时候 how should the massage therapist help the client to relieve the symptom 这个时候 你这个按摩师 你怎么样帮助这个客人 help 帮助这个客人怎么样呢 relieve relieve就是缓解减轻 减轻这个 semptom 症状 这么一大长串 其实关键的没有几个 关键的是先告诉你的状态 这客人怎么样啊 肩膀抬高 而且涉及了这个斜方肌了 还有肩胛骨脱长了 这个位置 对吧 最后呢 他问你怎么样来减轻这个症状 那减轻这个症状 是让肩胛骨做什么动作呀 向后恢复到正常 对吧 好 那么你看看啊 他给了你答案很长 这是一个应用题 叫做in the spawn position in the spawn position 脸上躺着 平躺着 然后呢 这个fraction的practice middle 胸小肌 摩擦这个胸小肌 and anterior d lotus 前三角肌 对吧 摩擦这个胸小肌和前三角肌 and in the prone position 然后再把这个人怎么样趴过来 percussion 敲 the middle trapezoos and rambles 实际上他就给了你两个治疗方式 一个是脸朝上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要摩擦胸小肌 对吧 还有前三角肌在这个位置 然后等趴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敲中斜方肌 和零行肌 就是这几个位置啊 胸小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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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前三角肌 中斜方肌 和零行肌 在这么几个位置 以后我们会单独讲 一会儿再单独讲这个肌肉 现在涉及到了啊 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印象 当你肩膀 圆肩头背的时候 你可以有两个方向的治疗方式 一个是干嘛呀 哎刺激后面的肌肉收缩 另外一个就是使前面的肌肉放松 好 下面一道例题 massage therapist 按摩治疗师 perform skin rolling 執行 perform 就是执行 执行一个skin rolling skin rolling 就是皮肤的滚法 这个titude use 就是技术 皮肤滚法这个技术 for the client 给客人做这个滚法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come with the most deriv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lling titude use 你像哪一些肌肉 哎是这个滚法最直接的一个实施方法 好 有东西说了这些单词我不好记啊 那么你前面只要搞明白了 就是按摩师啊 做了一个skin rolling的这个方法给客人 后面说哪一个肌肉能够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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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象一下 他就是问你这个技术和哪一个肌肉的关系 对吧 什么肌肉可以做这个skin rolling 所以考试的时候啊 一看到不认识词不要慌 一想这个事儿 你就知道了 哦他先告诉你一个技术方法 然后提到肌肉了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哪一个肌肉基本可以做这个 对吧 那么给你的答案就是triple the斜方肌 当然了如果要这个里面出现了antagonist 对抗这个词 那都另当别论了 如果没有对抗 那就是说这个肌肉 来执行这个skin rolling是最方便 我们刚才说了 做skin rolling最方便的是什么地方 就是斜方肌 因为他在上背部最宽大的肌肉 好 我们接着看啊 the image 这个图片又是一个图片 show which muscles it easiest to perform rolling straw 其实这个图片就是什么呀 就给了你一个后背的一个图 给了你一个后背的图 他说以下哪一个这个图片当中哪一个肌肉呢 最容易做这个rolling这个技术 这滚法那当然还是斜方肌 只不过给你换了一种问法 那问的事都是一样的 关键词没变 就是这个rolling对应的triplezos 好下一个which of the following part 以下哪一个part 这个part是部分 这个部分 这部分怎么样呢 is the antagonist 对抗 when depression of the scapula 当下压肩胛骨的时候 哪一个部分是做对抗的 下压肩胛骨的时候 哪一个地方是做对抗的 下压 对上面是做对抗的 对吧 所以他给你答案就是 leptal scapula or up trapezius up trapezius 这个是什么呀 上斜方肌 这个leptal scapula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是什么肌肉 嗯 这是什么肌肉还记不记得 肩甲体积啊 在我们的脖子上面了 我们讲这个脖子 头颈部肌肉的时候说过这个啊 肩甲体积 还记不记得 在上面的这个啊 肩甲体积啊 这是肩甲体积 好 which muscle is most often over load viflash 哪一个肌肉是一个over过度的造成了这个水边症啊 也就是这个水边症和哪一个肌肉有关过度使用啊或者是过度使用哪肌肉造成的水边症无所谓 只要知道了水边症和哪一个肌肉的over它的过度使用有关的就是上斜方肌 其实这个水边症啊 什么水边症啊 跟大家说一下 哎 这个水边症啊实际上就是叫做进步的过度去身综合症 当我们做开车的时候啊 当我们开车的时候 一旦急刹车啊 我们一旦急刹车 一旦急刹车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身体和头部 就会造成惯性的移动啊 就甩出去了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就是形成水边症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啊 水边症最根本的特点啊 水边症最根本的特点 这样的话直接甩出去了 超出了它这个静椎的活动范围 我们所有的静部肌肉都会受损 都会受损 不仅限于一个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水边症是一个综合的静部的一个疾病 造成了一个损伤 所以 像什么 这凸题里面说的 上斜方肌了 真甲提肌了 凶梭乳突肌了 斜脚肌了 这些只要是跟脖子有关系的 全会受伤 当然了 为什么凶梭乳突肌比较重点 是因为凶梭乳突肌 它负责的范围比较广 它是主要做静部趋身和旋转的肌肉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 如果没有凶梭乳突肌 那么上斜方肌只要牵扯到静部的都可以 好 我们看一下关键词对应 Tribitus 斜方肌 可以对应携带一个 沉重的野灿蓝 可以对应 提升右肩膀 右斜方肌提升右肩膀 可以对应当肩胛骨脱肠的时候 你要敲 肩胛骨脱肠的时候要敲肌 使它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对应的是rolling这个技术 对应的是 当下压肩胛骨的时候的对抗肌 尤其是上斜方肌 对吧 还有甩边症的时候牵扯到的肌肉 也是上斜方肌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上斜方肌考的比较多 因为和脖子有关 下斜方肌呢 很少有问到 因为它牵扯到这个活动不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要记住几个特点 第一 斜方肌的位置 第二 斜方肌的这个运动方式 第三 斜方肌至少少 他说这是有三条 他会有三个方向 这个一定要知道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肌肉叫什么呀 哎 叫被扩肌 叫Latermills的Dorsi 被扩肌 这个词很长 怎么记呢 LAT开头的代表向外 扩张就是向外 所以它是中文的扩字 DOR 向 DOR向门 Door 向门的这个 代表后背 Dorsi就是后背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 学这个运动方式的时候啊 足部的运动方式有两个特别的 一个叫做足底区 一个叫足背区 叫Dorsi flexion和plantar flexion 那么其中的Dorsi flexion 就叫做足背区 那个Dorsi就是这个背的意思 啊 向背后的意思 好 我们大家把这个词认一下 叫做啊 Latermills的Dorsi 关键的单词特点 LAT和DOR LAT开头代表 向外扩张 DOR代表后背 我看一下啊 在群里面 这个背扩肌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宽大的肌肉 人体当中最宽大的肌肉 那么刚才说的斜方肌是什么呀 我们上背部最宽大的肌肉 Upper back 啊 对于人体的这个分型 大家一定要明白它的区别 上面啊 我们平成中国人说的这个后背 在我们的英文当中 在我们的英文当中叫做 Upper back 上背部 啊 我们常说的腰这个位置 它叫Lore back 啊 叫做Lore back 啊 还有一个词叫Fly back 就平背 这个平背说的是什么呀 平背说的是这个啊 不是 平背是 平背说的是这个人体的这个腰椎 对 腰椎趋度不够 我们这腰椎是前突吗 对吧 哎 腰椎没有这个前突趋度了 腰是直的 这个叫Fly back 啊 和后背是一点关系没有 虽然它叫Fly back 平背 但是它并不是指后背 是说的是腰啊 这个一定要明白啊 因为有同学问我说这个平背 为什么和这个后背没关系啊 因为它这个平背说的不是后背 说的是腰 哎 对对对 腰椎 腰椎应该是向前突的 对吧 那么平背的时候向前突的这个曲度不足 这叫做平背 好 我们接着看这个背阔机 背阔机的起点呢 叫做T7和L5 T7 哎 T7 T是什么呀 胸椎的第七节 哎 腰椎的第五节 腰椎一共有几节啊 嘿腰椎有五节啊 七节这是谁啊 对 七节这是净椎啊 七节是净椎 五节的是腰椎 中间最长 是胸椎啊 有好多人家有都是记混了 我告诉大家啊 胸椎十二节 你记住了 为什么 它是和12条肋骨是对应的 哎 这个你先把它定位住了 剩下的脖子是七节 腰就是五节 啊 脖子是七节腰就是五节 或者呢 我 哎 早餐午餐这个和晚餐的那个比较简单啊 七点吃早餐静椎七节 十二点吃午餐 胸椎十二节 五点吃晚餐 腰椎是五节啊 这也可以啊 呃 还有另外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颈椎的神经啊 颈椎有多少条神经 颈椎有七节 但是它有八条神经 八对啊 八对啊 这是比较特殊的啊 所以大家呢 把这个知道一下 颈椎有七节 但是它有八对神经 八对精神经 啊 嗯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贝阔级也很宽大 所以它七点很多 起于 击兔 啊 然后还起于什么呀 卡脊的后三分之一 这卡脊说的是哪 卡脊这儿啊 后三分之一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呢 这个下部的三或四个肋骨 哎 肋骨的倒数的三四根 也是它的一个起点 哎 以至于什么呀 肩胛骨的下角 在这儿 它也有牵连 你看整个这个背阔肌 它有多大 对吧 所以我们在治疗客户的时候 客户有这个疼痛或者酸痛的时候 哎呀 或者后背疼 后背这些地方有牵扯 如果要是背阔肌有拉伤的话 金甲骨的下角 它的这个卡后卡脊 它的下腹肋 还有它的脊椎 实际上都会有酸痛的 嗯 只不过它有重有轻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 给它们做放松的时候 这些地方全要放松到 啊 为什么要学这个肌肉 学它的起始点 就是在我们做活的时候 哎 客人说我这个地方不舒服 马上你就想到 这是什么肌肉 这个肌肉的起始点是什么 运动方式是什么 你就照着这个方向 给它去做放松 肯定会有效果 很多同学都跟我说过 哎 说这个我们做放松可以啊 来了平时就是学过的 从头揉到脚子知道怎么揉 但是说客人说哪疼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好 那么我们学过肌肉之后 就明白了 为什么会痛 啊 它是牵扯性的拉伤 还是过于紧张造成的痛 我们分析好了 就知道对哪一个肌肉下手了 啊 这样就自然 对 这个就自然自然的 会帮客户解决很多很多的 这个肌肉问题 好 起点说完了 背扩肌的指点 背扩肌的指点 这个很重要 啊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后背的肌肉 但是它指点 指于公骨上内侧 我们看这小人 公骨上内侧 什么地方 哎 在他里面啊 在这个位置了 啊 在这个位置了 上内侧啊 公骨上内侧 在这个位置了 这是它的指点 这是它背扩肌的指点啊 并没有在后面 稍微靠前一点啊 在这个位置 这是背扩肌的指点 所以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运动方式 虽然 被扩肌在身体的后面 但是它可以做内旋的动作 虽然在身体后面 但是它可以做胳膊的内旋的动作 它可以做这个动作 啊 一般情况下肌肉 在后面 在后面 就做后面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协方肌在后面 它做的全是后面的动作 对吧 胳膊的 向后面的retration 上提下压 啊 这个都是后面的动作 那么这个背扩肌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做内旋 让公骨内旋 让公骨内旋 啊 这个特点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很有可能去跑 好 除了公骨内旋之外 它还可以做内收 为什么做内收啊 因为它是在 我们后背连接公骨的位置 所以它可以把公骨 拉过来 所以做内收 还可以做 深extension 因为它是后面的肌肉 所以它可以做后面的动作 什么是后面的动作 后面的动作 都叫extension 对吧 那前面的动作就叫做flexion 对吧 好 关键词 synergist 哎 刚才学了一个antagonist antagonist antagonist 是对抗 那么这个又出现了另外一个 叫synergist syner syner synergist minton 是鞋筒 和哪一个肌肉做同样的一个动作 这个叫鞋筒 同样方向的一个动作 这个叫鞋筒 它和谁鞋筒啊 它和大圆肌鞋筒 Tremadual 和大圆肌鞋筒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大圆肌 和背阔肌 实际上不只是协同 他们做的运动方式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 这就是清格俩 长得不一样 但是他们干的活是一模一样 好 那么下一个叫做 sub scapulas sub代表下 scapulas是代表肩胛骨 那么sub scapula就是肩胛下肌 肩胛下肩胛下肌 肩胛下肌在肩胛骨的 什么地方 在这个窝里面的下面 在这个地方肩胛下肌 所以是说在肩胛骨的前面 好 这个肩胛下肌 它可以moment middle rotation 做内旋 肩胛下肌本身是做内旋的 那么背阔肌 也可以做内旋 所以肩胛下肌和背阔肌 在做内旋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们是协同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提到协同和对抗 必须是在某一个动作上 在某一个动作上 很少有这个肌肉 在各个动作上都有协同 或都有对抗 这个情况很少 一般情况下 就是问你哪一个动作 一提到这个 就是哪一个动作 好 在内旋这个动作上 肩胛下肌和这个背阔肌 是协同的 好 在下面一个叫做 internal rotation 内旋 adduction 内收 和extension 内旋 内收 伸展 公骨 对吧 这个动作 是谁做的呢 是背阔肌做的 我刚才说了 还有一个肌肉和背阔肌 做动作一样 那么同时 这个动作 还有谁 大圆肌 一看到这道题 对 他们两个人的指点 很接近 都是公骨的内前侧 这一点 指点非常接近 起点不一样 起点 大圆肌起点 在肩胛股的下角 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 它会小一点 好 有的人说 那这俩肌肉都放在一块 问这个打哪个呀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要出现这种情况 出题人 这就是个错题 这没法选 俩人动作都一样 选谁都不行 所以记住了 但是它题目给你这个 答案有可能是被阔 也有可能是大圆肌 这个一定要理解 千万不要死被皮 为什么跟大家说 不要死被答案 一看到这个内悬 内收和伸展公骨 就记住 被阔肌了 好 那考试的时候 给你换了一个大圆肌 不知道了 这个可不行 你要知道 这两个肌肉 都是这个 下面一个叫做 infor spinos 港下肌 spinos是港 infor是下 港下 那么港在哪呢 这是肩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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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下面的肌肉 在这 这叫港下肌 港下肌 和内收 还有extension 又做内收 又做extension的时候 和谁是 相同的呀 被阔肌 被阔肌 啊 同学说 哎呀 他这个 港下肌 怎么又和这个 被阔肌一样了呀 是因为港下肌 可以做内收 和extension 做这个动作 在这个动作上 他们两个是相同的 啊 我说肩胛下肌 在肩胛骨前面 港下肌 在肩胛骨后面 怎么一前一后 这两个肌肉 都跟这个 被阔肌 有联系啊 是因为 它不同的运动方式 当收到内旋的时候 middle rotation的时候 是肩胛下肌 靠前面的肌肉 和 被阔肌 协同 一个动作 那提到 这个内收 和伸展的时候 那么做后面 动作的时候 就是肩胛骨 后面的肌肉 这个港下肌 和它做协同 好 再下面一个叫做 attachment humors 附着在肱骨上 这个词也很好认 ATTA 一看到这个组合的 就是附着 粘着 联系在一起了 包括有的时候 伦理道德的时候 也会说 他被我吸引了 这吸引的是谁啊 就附着上了 都粘在一块了 这就是吸引了 所以一看到ATTA 就是粘连在一起 粘合在一起 附着在一起的意思 好 谁附着在 肱骨上 这个肌肉可多了去了 对吧 我们说这个三角肌 各个三角肌 大圆肌 小圆肌 然后这个背阔肌 这全是附着在 肱骨上 对吧 只要这个其中之一 就都是对的 所以对于这道题来讲 附着在肱骨上的 是背阔肌 好 再下面一个叫做 weddest muscles 最宽大的肌肉 最宽大的肌肉 是背阔肌 好 现在出现一个啊 这个很奇怪的 一个问法 叫做 put your hand into the back pocket 把你的手啊 放在你的 后面的 pocket 是口袋 裤子后面的口袋 你看一下啊 把这个手 放在裤子 后面的口袋 这个手 是怎么放进去 是不是这么放进去的 大家想一想啊 是不是这么放进去的 放裤口袋啊 后面的裤口袋 是不是这么放进去的 对吧 那么这个动作 是什么动作呀 这个运动方式 这个动作叫什么 是内旋啊 大家记住了 这个东西是内旋 内旋啊 内旋的时候 做这个动作 外旋是什么呀 外旋是这样 手向外撇 这个叫外旋 你做外旋的时候 这手可哪儿也放不进去 大家注意了啊 做外旋的时候 这手哪儿也放不进去 你就撇在外面去了 撇在外面去了 内旋的时候才能 勾着后面 那换个说法 那我们系安全带的时候 用的是哪个动作 我们系安全带的时候啊 我们把这安全带扣上啊 系这安全带的时候 用的是哪个动作 我们系安全带的时候 用的是哪个动作 大家想一想 我们怎么系安全带 也是内旋 没错 区别内旋啊 有的区 不区记不上啊 有的人说 我就这个胳膊直着 我也能系上啊 主要是内旋 没错 系安全带也是内旋啊 好不错啊 活学活用啊 我们看一看底下立体 关于背阔级的 这立体呢 说 which muscle is sangest with the lotus dorsi 我们刚才说了 syner 有这个组合的 当什么 协同 对吧 哪一个肌肉 协同 和谁协同啊 LAT代表 Core DOR代表 后背 所以这个就是 背阔级 和背阔级 协同的是谁 和背阔级 协同的是谁 或 大元级 Termedial 大元级 或者他给你换一个问法 就叫做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已向哪一个肌肉 是 协同的 当什么时候呢 当这个 被阔级 contract 收缩的时候 我们这题目看得多了 自然大家就慢慢就把这个字都认出来了 这是很基础的一些字 也是很关键的一些字 好 下一个 what is the moment of the combination 什么样的一个moment 一个动作 关于 combination 这combination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而 尤其 前面这四字母 COMB combo 尤其我们在做工的 做工的同志们 都对这个词很熟悉 来 下一个 做combo了 做combo了 就是这个combo combo是什么意思 combo是组合的意思 combo是组合的意思 这个组合 什么组合呢 背阔肌 Letrimus Dersis 背阔肌和 Sabascapulas 和这个 肩甲下肌 背阔肌和肩甲下肌的组合运动是什么 那么我们要考虑这个背阔肌的运动是什么 大家还记不记得 背阔肌的运动方式是什么 这跟我说一下 刚说完 先说背阔肌有几个运动方式吧 它能做几个动作吧 内拳是一个 extension 伸展是一个 还有内收 这个ADB 对吧 三个 记住了 三个 内收 内旋 和extension伸展 三个 三个动作 有同学说 这动作太难了 我记不住 怎么好记 说着这个动作的时候 自己做这个动作 不出五遍 你就能记住 比你去背这个可快得多 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一做这个动作 感觉到了 这背阔肌收缩了 你就能记住了 好 那么他说了 这个背阔肌和肩甲下肌 共同的动作 这肩甲下肌是做内旋的 middle rotation 做内旋的 所以他共同的动作就是 middle rotation 做内旋的时候是 组合运动 好 下一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is the avoided internal rotation 好了 又出现一个词 叫做internal rotation 这个也是内旋 内旋有两个词 一个叫做middle rotation 另外一个叫做internal rotation internal和middle是一样的 都是内旋的意思 好 除了internal rotation 还有adduction 内旋 还有extension 外展这个弓股 好 他问他 谁肌肉参与 这个 我们说了 有两个肌肉完全一致 就是大圆肌 和背阔肌 啊 所以呢 小本本记下来 大圆肌 背阔肌 对应的三个动作 internal rotation 内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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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xtension 外展 这些题 会不断的在出现 啊 他会 掺杂在各种 这样的小题目当中 好 为什么他要出这个东西 问啊 因为他有特点 啊 大家记住了 这个肌肉要没有特点 他不考你 都知道他干这个用 他就不问 一定是有特点的 他在问 好 我们再看下面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哪一个肌肉 是middle rotation 来了 这个时候 就是middle rotation 还是内旋 of the human 内旋 公骨 我们学的 现在说的是谁 背阔肌 啊 背阔肌 是内旋 公骨 除了内旋 公骨 还有另外两个动作 extension 和 adduction 好 下一例题是 what is widest muscle in the human body 什么是一个wide W-I-D wide 就是宽 加上E-S-T 就是最 就是最宽的肌肉 在什么呢 human human就是人类 人类的body 身体上 在人类的身体上 什么肌肉 是最宽大的呀 就是这个 背阔肌 啊 背阔肌 但凡像这种 最 啊 最长的 最宽的 啊 力量最大的 这些有罪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它有特点 啊 另外呢 有一些数字的体 大家一定要记轻 它都有特点 有特点呢 就很有可能考 好 下面 what is moment 什么是一个运动 of the combination 又来了 这是组合运动 关于 关于谁呀 of是关于 关于 背阔肌和 inverse panels 好 给你换了个字 背阔肌和 港下肌 他们两个人的组合 是谁呀 是内收和伸展 大家想一想 我们刚刚说过一道题 前面一模一样 在end之前 都一模一样 只是后面最后一个词 不一样 一个是 肩甲下肌 一个是港下肌 这种题 往往答案 ABCD 他给你的背选项 都是相同的 内收伸展 算一个选项 内旋 算一个选项 外展 算一个选项 对吧 曲算一个选项 都是这四个选项 只是题目当中 变了一个字 那么答案 就选择完全不同 如果要是肩甲下肌 我们就要选内旋 如果要是这个港下肌 我们就要选这个内收和extension 所以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考试的时候看题 看的是什么 要注意它的区别 不要形成一个习惯 说到这个组合 背后肌的组合肌肉 是内旋 就记住这一个middle rotation了 上来一看 这个就选middle rotation了 可不行 一定要注意 它和谁 要分析这个东西 下面一个 The common attachment of the dettos, christian, major, litmus, dulci 给你三个肌肉 三脚肌 胸大肌 还有背阔肌 它们共同的 common 共同的 attta附着点 是什么地方 公骨 公骨 共同的附着点 是公骨 那么同样可以 拆分其他的附着在公骨的肌肉 也是ok的 这可不固定 这可不是固定的答案 只有这仨的是这个 不一定 它可能会给你换 好 which muscles on your arm 哪一个肌肉 在你的胳膊上 move 移动你的胳膊 when you put your hand into the back packet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后口袋里面 你这个胳膊是怎么动的呢 这个 哪一块肌肉会移动呢 背阔肌 为什么背阔肌 是背阔肌做内旋 实际上只要是做内旋的 就ok 对吧 对 就主要看看给的是哪一个 好 我们看这个总结表 背阔肌 对应的 大圆肌是协同肌 背阔肌和肩甲下肌做内旋的运动 背阔肌 背阔肌本身做内旋 内收和伸展 肱骨 背阔肌和港下肌做内收伸展的动作 背阔肌附着在肱骨上 背阔肌是最宽大的肌肉 当你把手放在后口袋的时候 用的是背阔肌做内旋的动作 我们学背阔肌 主要就是这几点 把这几点掌握了 就没什么问题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肌肉也非常非常重要 叫做Rambo 菱形肌 菱形肌 R-H-O-M R-H-O-M开头的 这个词应该一看就能认出来 必须熟到这种地步 不能想 你看见之后还要琢磨琢磨 这个东西到底是谁 考试的时候就懵了 一看马上就知道 他说的是谁 在我们的后背 它的起点 是C7到T1 颈椎的最后一节 和胸椎的第一节 这个叫小零星肌 小零星肌的起点 在上面 然后T2到T5 从第二节到第五节 胸椎第二节到第五节 这个是大零星肌的起点 这个是大零星肌的起点 指点都相同 叫做肩胛骨的内缘 就是这个为止点非常明显 就是肩胛骨内缘 做动作呢 是回缩和下旋 回缩这个英文单词是什么 大家还记不记得 R1什么叫retration Re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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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它的单词特点 它有什么特点 还好记 好 回缩和下旋 下旋考的不多 主要是回缩和考的多 回缩肩胛骨 回缩肩胛骨 肩胛骨 做这个动作 后面能看见肩胛骨挤在一起了 这个就叫做回缩 好 大家发现一个特点没有 这个菱形肌 是把肩胛骨和脊椎 也就是胸椎连接在一起的一个主要肌肉 没有它肩胛骨和脊椎是不相连的 完全靠它把肩胛骨拽过来 所以菱形肌的损伤 是极其常见 极其常见 我们在做客人的时候 也经常会有客人这个地方不舒服 他也说不出哪儿这么别扭 实际上就是零星肌有问题 好 刚才提到有大零星肌和小零星肌 实际上就是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不区分大零星肌和小零星肌 他成年之后都长在一起了 不是每个人都会分大小 有一部分人他根本就不分大小 他都是一个长在一起了 没有中间的区分了 这个不主要 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分大小就好了 因为我们一看图就是一块肌肉 怎么还有大还有小呢 就是这么个区别 好 我们看一看他的关键词对应 Turic and cervical vertebral 胸椎和静椎 T-H-O-R-A开头的 这是胸椎 然后C-E-C-A-L 这个是静椎 Vertible是椎体 那么胸椎和静椎 Middle bird scapula 和Middle是内侧的意思 Bird是边边缘 Scapula是肩胛骨 肩胛骨的内侧边缘 连接胸椎静椎和肩胛骨内侧边缘的 这个叫谁啊 叫灵性器 好 下一组叫做shoulden 当短的时候 Vin Glom Humeral 当鱼弓关节怎么样呢 做lateral rotation 做外旋的时候 或者呢 External rotation Lateral rotation和External rotation 都是外旋的意思啊 内旋有两个说法 外旋有两个说法 大家要记住 或者呢 这个水平外展的时候 外展水平外展的时候 这个时候 和零星机是有关的 零星机是缩短的 好 我们看一下 零星机在这个位置 零星机在这个位置 增加股内测源 在这 零星机在这个位置 我们做 外旋 外旋的时候 还有什么水平外展 什么水平外展 水平外展是当你外展之后 外展的时候 有可能 零星机也会向里面 水平外展是 在做了外展之后 我们这胳膊再向后做这个动作 这个叫水平外展 这个时候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零星机就收缩了 大家记住了 水平外展是这样 实际上水平外展 最后达到的这个角度 和我们做extension是一样 大家发现没有 这水平外展 最后和这个extension 举平的是一个动作 最后完成的时候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做起来不一样 好 下一组叫Scapular portrait 肩胛骨脱长的时候 be shoulder be stretched sorry be stretched 就是拉伸 stress是拉伸 而记着stress 你一看这个词念出来 stress使劲拽 这个叫拉伸 拉伸 谁是拉伸 肩胛骨脱长的时候 谁是拉伸 肩胛骨脱长是什么样子 圆肩脱背 这样 这样叫肩胛骨脱长 这样叫肩胛骨脱长 圆肩脱背的时候 叫肩胛骨脱长 那么肩胛骨脱长的时候 肩胛骨脱长的时候 零星肌是拉伸 的 零星肌是拉伸 好 下一组叫做Scapular Pertraged percussion 敲 肩胛 底下差一点 这这差一点 飘过去了 没看见 overstress over是过度 over是过度 过度 stress是拉伸 overstress 就是过度拉伸的时候 治疗 要治疗谁 当这个零星肌过度拉伸的时候 就是这个动作 过度拉伸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这个动作的时候 谁是紧张的 胸前面的肌肉是紧张的 胸小肌紧张的 所以我们要治疗胸小肌 有同学说了 这个拉伸 该治疗 还是这个紧张该治疗 是紧张的肌肉 是需要trip 需要治疗的 拉伸都是被动 被做出来的动作 当一个肌肉紧张的时候 把另外一个肌肉被动的拉伸 那我们应该要 愿有偷 占有主 来治疗谁啊 治疗这个紧张收缩的肌肉 对吧 应该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啊 好 这是overstress 过度拉伸的时候 要治谁 治这个胸小肌 那么下一组呢 叫做肩胛骨脱肠 肩胛骨做portrait的时候 肩胛骨脱肠呢 还是这个动作啊 做这个时候 你要percussion 敲 敲谁 我们敲击短暂的敲 都是刺激 刺激肌肉 就是为了让肌肉收缩 所以你为了让过度脱肠的肌肉 收缩 让它回复到原来正常的角度 那你要刺激这个肌肉 这个肌肉就是谁啊 就是这个零星期 有点像彩 有点像彩虹的读音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敲有两个不同的 不同的写法 一个叫做percussion 一个叫做topment 这两个都是敲 一定要把这两个动作认识 我们小本本要记下来 我们手法 手法当中几个基本手法 这个算一组 敲 percussion和topment 刚才其实还出现过另外一种 叫什么呀 叫fraction 摩擦法 好 我们看立体 我们看一下立体 connect 连接这个胸椎和cervical vercle 和颈椎的时候 到谁啊 到middleboard scapula 到肩胶骨的内侧圆 这个时候 这个肌肉 muscle is which one of the following 是哪一个肌肉 直接告诉你了 连接我们 颈椎 和肩胶骨的内侧圆 明显说的就是这个 菱形肌 对吧 菱形肌 好 下一组叫做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哪一个肌肉 will be shortened 将变短 什么时候呢 when glochiumer joint does the lateral rotation 当这个肩骨 做外旋的时候 哪一个肌肉 会变短呢 换一种说法 就是当 这个肌肉 收缩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 外旋 全的动作 这个就是谁啊 这个就是零星肌 包括 external rotation 或者是 这个叫什么呀 水平外展 外展 外旋 这个都是零星肌 可以的 因为零星肌在我们后背 所以做后面的动作 那答案就是这个 Rimbos 特别像彩虹 那个词 好 下一组叫做 Whean scapula portrait 当肩胛骨脱肠的时候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be stretched 哪一个肌肉 是拉伸的 肩胛骨脱肠的时候 零星肌是拉伸的 好 a client 一个客人 present with the ramble over stretched 这客人啊 产生一个 零星肌的过度拉伸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没有问你 哪一个肌肉 他告诉你 零星肌 过度拉伸了 the practitioner should trip 这个按摩是要治疗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就是要治哪一个肌肉 也就是说 他告诉你了 零星肌过度拉伸了 这客人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应该治哪一个肌肉 胸小肌 好 来下一组立体 啊 the client came with the scapula ptured how should the massage sirpics help the client to relive some of them 这个我们 说过这道题啊 在讲前面的肌肉的时候 说过这个啊 说过这是什么呀 当按摩的这个客人啊 肩胛骨脱肠 这个时候 你要治疗患者减轻症状 要怎么做 两个方向 一个是脸朝上的时候 你要摩擦 他的胸脚肌 前三角肌 一个脸朝下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敲他的中三角肌和零星肌 中斜方肌和零星肌 这里头就出现了这个词 叫做fraction f-r-i-c-p-i-o-n 刚接触的同学可以把这个纳校本文记下来 fraction摩擦法 刚才提到了敲法有两个说法 这是另外一种叫摩擦法 慢慢的我们就看啊 一共有多少个手法 好 client 一刻人with scapular 这刻人啊 这个肩胛骨做什么 做脱肠 come for massage 他在圆肩脱背的时候 他来做按摩的时候 the practitioner best course of 这个按摩是最好 要怎么办 和这道题 异曲通工 别看他这么短 答案这么短 这道题这么长 说的都是一件事 答案是摩擦前三角肌 和敲零星肌 只不过把这道题缩短了 啊 有好多同学说啊 那现在长题多 或者现在短题多啊 我见过这个见过那个 没见过这个没见过呢 大家看一看 这两道题 如果要让你第一眼看 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再仔细一看 这两道题就完全一样 这两道题说的都是完全一个意思 但是你看字完全看不出相同点 注意啊 关键词没有变 什么关键词啊 肩胛骨 脱肠 scapular portrait scapular portrait 都在 后面有变化 后面就问哪一个肌肉 你要治疗什么 这是你要是最好的办法 是什么 对吧 那么答案当中关键词也没有变 实际上摩擦前三脚肌 摩擦前三脚肌 敲零星肌 敲零星肌 好 看一下这个组格截表啊 零星肌Rambo 它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胸椎和静椎连接到肩胛骨的内侧源 当零星肌缩短的时候 这个鱼公关节可以做外旋 水平外展 伸展 当这个肩胛骨脱肠的时候 零星肌是缩短的 过度拉伸的时候 是拉伸的 当这个肩胛骨 做脱肠的时候 零星肌是拉伸的 当过度拉伸的时候 当这个零星肌过度拉伸的时候 我们要治疗胸小肌 当肩胛骨脱肠的时候 我们可以敲这个零星肌 或者是Toptman 两个敲法 好 关于这些呢 大家就要形成一个习惯 比如说一问 大家回忆一下 这个零星肌 有人说背了半天皮 学了半天肌肉 这零星肌干嘛的呢 至少要说出这么几样来 零星肌可以怎么怎么样 当你什么什么时候 我要怎么样治疗这个零星肌 至少这个要说得出来 不看题 不看这些东西 脑子里头要有数 这个东西说出来了 自然也就都OK 好 这个我们后背的肌肉说完了 我们看一看 这是在侧面 这个肌肉叫前聚集 Ceratose anterior 前聚集 SERATUS 两个R 像聚尘一样 所以它叫聚 聚子的聚 anterior 前 前面的像聚一样 肌肉 就叫做前聚集 这个前聚集 特别有意思 这个前聚集 还有一个外号 叫拳击手的肌肉 拳击手 像泰森 获里夫尔德 这些 阿里 打拳击的人 练拳击的人 这个肌肉一定要非常发达 不发达 你这个拳打出去没有力气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个肌肉 它能做什么动作 能够把肩胛骨 向哪个方向运动 向前 对 拳击手 对吧 它肯定是可以往前拖 另外呢 前聚集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稳定肩胛骨 mention 稳定肩胛骨 保持肩胛骨的稳定性 这是前聚集的一个主要作用 好 那么起点 起于第一 到第八或者是第九类 不一定 题目当中有说第一到第八 对 也就是换了道题 说第一到第九 也可以 第一到 第八或者是第九 这个类 前聚集 起点 指点在哪 指点在 肩胛骨的内表面的内侧缘 好 说的太文化了 内表面的内侧缘 就是里面这个边 里面这个边的里面 在这个位置 金甲骨的内侧 在这 这个就是金甲骨的 这个前聚集的起源 这个指点 起于肋骨 指于金甲骨的内侧缘 内侧边 它在锦里面呢 特别靠里面 不是外面啊 是靠锦里面的 好 那么运动方式呢 脱肠肩胛骨 这partition 这个scapular 或者上旋和下压 有一些下压的 这个动作 有一些下压的 这个动作 好 你看关键词 hypercophosis hyper hyper hyper是过度的意思 hypercophosis cophosis 是什么呀 是驼背 过度的驼背 驼背就是 肌柱厚凸 胸椎的厚凸 是驼背 所以大家一看到 这个kyph 这个组合的 carphosis 就是胸椎厚凸 这个一定要记住 前面hyper 是过度的 过度的胸椎厚凸 就是驼背 就是驼背 这个时候 on london to help release the stretch 这个时候 对于这个 拉长的这个 长动呢 那拉长的这个动作呢 有缓解 压力的这个作用 是谁呀 是这个前聚机 前聚机 过度的驼背 这个肩胛骨脱长 这个时候 肩胛骨脱长 你要治疗前聚机 才能够缓解 这个压力 好 Sanagist 协同 协同什么呀 Pertration of Scapular 脱长肩胛骨 或者是胸小肌 胸小肌是下压肩胛骨 脱长肩胛骨 这个动作是它 收缩的 所以呢 它可以协同 好 肩胛骨 做Pertration of Scapular 做肩胛骨脱长 或者肩胛骨前突的时候 是哪个肌肉起作用呢 前聚机 前聚机 Satral 前聚机 Organs 起点 O-R-I-G 起点 起点 在 肋骨的第一 到第八 指点 在前表面 关于内侧圆的肩胛骨 Middle word of the Scapular 内侧圆的肩胛骨 肩胛骨的内侧圆 起于肋骨的一到八 止于肩胛骨内侧圆 这个是一个四题 这个就没有什么变化 你说这个肯定是前聚机 Atta 一看到这个 这是什么呀 附着 附着在一到九类骨 或者是内侧脚 肩胛骨 这也是前聚机 给你换一种说法而已 脱肩 Protrition As the coast by the shouldn 是由肩胛骨的脱肠 是由谁锁短引起的呀 是由这个前聚机锁短引起的 好 我们看一下立题 A client 一个客人 showing signs of the hypercociousness 客人 х现示 showing 就是显示 显示出 显示出什么呀 一个hypercociousness 一个头背 这个姿势就来了 What muscles would the practitioner concentrate on London to help release stress on the shoulder 这个时候要锻炼哪些肌肉 来缓解这个压力 有三个肌肉需要锻炼缓解 一个是前击肌 一个是前三角肌 一个是胸大肌 要让这三个肌肉放松下来 来缓解这个駝背 这里面这个駝背 可不是我们常说的老人 老头老太子那个駝背 那个駝背都是骨质疏松造成的 那是不可逆的 你再锻炼什么肌肉 再放松什么肌肉都没用 这个駝背说的是因为前面 前聚机前三角肌 胸大肌紧张造成的 圆肩駝背这个姿势 一定要明白 说的是这个事 这答案没给胸小肌 他那答案里都没有 没给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着去 记忆看这个题 你不能死心眼说 他没有胸小肌 怎么办 他都是前面的肌肉表面 好 哪一个肌肉是鞋童 前聚机 和前聚机鞋童做脱肠肩胶股的这个动作 你只要想谁可以做脱肠肩胶股就好了 你胸小肌 好 再下一个 which muscles is responsible for partition of scapula 哪个肌肉是负责脱肠肩胶股的 前聚机 前聚机 翻过来掉过去就说这么一件事 好 什么肌肉起点 organized under ribs 在肋骨一到八 指点呐在前表面内侧圆肩胶肩肩 这就是前聚机 或者问的哪个肌肉附着在一到九 然后在肩胶股内内侧脚 还是它 还是前聚机 the moment of the protrusion middle and the central entrance of the scapula 这个运动关于谁的运动呢 胸小肌和前聚肌做的运动 这个就是partition 脱长也叫肩胛骨前突 原因是一个短的 包括哪一个肌肉是短的呢 胸小肌和前聚肌 胸小肌和前聚肌缩短 造成了肩胛骨的脱长 好,我们看总结表 前聚肌可以对于驼背的时候 它是拉长的 前聚肌是协同脱长肩胛骨 和胸小肌是协同的 前聚肌可以脱长肩胛骨 前聚肌起于第一类到第八类 止于肩胛骨的内圆内角 起于一到九 止于内圆内角 这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前聚肌可以脱长肩胛骨 说的一件事儿 前聚肌脱长 当缩短的时候 肩胛骨是partition是脱长的 好 看完这个表之后 对于前聚肌 大家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无非是脱长肩胛骨 这是问的最多的 对吧 还有它的位置 好 好 嗯 嗯 这个 讲到肩胛骨的这个肌肉了 这是重点的重点啊 今天呢我们就先不说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然后留着大家复习预期一下 这个我们下星期二 开始重点说这个肩胛骨的肌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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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